主任 顧主任 会长 我们的贵宾 舞蹈 各位伙伴 大家好安 我现在先做一个有奖真大 国歌最后一句是什么 吉时龙 那个 后面那个 诗节美女 讲大事一点 万确十多 好 稍微给送个一个小礼物 我今天为什么还没观看论坛 先提出这个问答呢 因为在民国初年 有位大师看到孙中山先生 旁边站了一个像舞蹈那么严导 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年轻人 有人问那个大师说 大师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大师说晚节不保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叫做汪精卫 长得阴静潇洒 非常有能力 做任何事情通通面面俱到 唯一的缺点 开会还没有结束就赚钱了 做什么事情就差那么最后一点点 希望我们前队市民大学所有团队 每一个都是一流的 都是最优秀的 以后我们再开会 以后我们再办任何活动 不要差不多结束了就走到一半了 哪个是代表的 完节不保 跟大家共同便利好不好 好 那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人 他非常的了不起 他曾担任过阳云山国家公园 一路不到后期规划的研究处理 他从中华大学景观建筑系 南华大学的环境艺术研究所出来的 他是客家委员会家影 客家影像人才培训计划 第二名建筑 被封为最佳计划 他也是台湾巴哈 台湾巴哈医研洗中心的总协调研 台湾客家音像记录协会的创始会员 彼氏 他担任嘉义市社系大学的 纪录片制作的讲师 亚洲大学的社工系纪录片的讲师 他在2005年获得JVC东京录影作品节目的优秀奖 以及观众网路票选最佳影视片奖 他在2005年在女性影展入选 地方制影展获得优选奖 台湾国际民族制影展入选 他以一国婚姻在课堂里面 应该就是我们的新住民 从客家中用的审创部务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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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务 选了2007年的广电基金会优扬节目 在2008后的第12届逃选美展动态影像类的优先奖 2008年以运生游侠纪录片代表该节目 入围电视金钟奖 入围就是获奖 我们掌声 那么优秀的朋友 他自1999年制作 台湾空中文化艺术学院电视节目到今 作品无数啊 我没在聊聊 那我们这个那么优秀的导演 他怎么来 口可吞天 力能平台 我们现在用热力的掌声 欢迎李导演